那么作为本期智障游戏和解的第二批 我将给大家展示一款非常不一样的游戏 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Heimiko 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什么子啊 这个日文我也不懂 这个游戏的封面呢 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少女 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字 Heimiko 是的 这名义上是一款恐怖游戏 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放在智障游戏和解里 但我感觉不是那么的智障 也不是那么的恐怖 我很难界定这款游戏 但我一定要玩给你们看 所以我放到这个游戏和解的第二批 我们可以看到介绍里面写的是 Heimiko is a short dark atmospheric horror puzzle game with a very complicated story but rather simple game play 就是游戏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故事非常的复杂的 但是这款游戏不知道为什么 玩大其语的评价是mostly negative 就是非常非常的差评 这样一款日系风格 看预告片超级了不起的游戏 为什么会获得这么这么高的差评呢 我们应该拭目以待了 而且看这游戏的画面也是相当的不错 Heimiko 这个女主角的文理做的也非常的棒 为什么给予如此之大的差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戏 真的是轻一色的差评 不要买这个游戏 确实有点小吓人 内容超短的 当看到实际游戏的女主的白目 我真的崩了 有一堆MMP不知当奖不将奖 真的不推荐购买 哪怕只是一刀 这个游戏只售价一美金 一美金你买不来吃亏 买不来上当 在这么多不赞的情况下 我就是要挑战人家这款游戏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Heimiko 到底有多么的糟糕吧 Here we go 哇 游戏的界面非常的好看 天上在下着雨 地下有一点 地下水波荡漾 这边可以选择option 来 我们来点Start Game 我还是重复那句话 一块钱买不来吃亏 买不来上当 你还期待些什么呢 记得制作人讲 这款游戏的幻 哇 好惊艳的画面 哇 这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Heimiko吧 这个画面可以啊 Sleep is a four phases process in which humans periodically rest 那么说明我们大概这个主角是在睡觉 看到眼睛白的 原来这个女主角就是Heimiko 记得这款游戏介绍里面写说 这款游戏 非常的游戏游戏玩起来玩法 游戏非常的简单 但是剧情非常的复杂 那么我们将控制Heimiko 来探索这个复杂的世界 这边有一把剑 哇 恐怖游戏的主角居然可以用剑 哇 这样可以调视角 哦 我估计用手柄玩可能会更好 这个游戏做的超级不错呀 为什么有人会批评它呢 这样就拿到了这把 日本刀 哇 这样可以砍 做的相当不错呀 哇塞 感觉是在玩一款 动作有 好黑 怎么回事 貌似是有敌情 这个游戏突然间不动了 哦 这样可以 按空格键可以暂停 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你们听 貌似是有僵尸 哎呀 好 它没有打到我 砍 砍 砍 嘿 开 啊 它居然敢打我 为什么我扛不到它呢 为什么我扛不到你啊 咦 呃 呃 发生了什么 这个僵尸可能使用了瞬间移动大法 不管嘛 僵尸从右边来的 所以右边一定有什么蹊跷 比如说 这个是什么 感觉是个个子很大的怪 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我要怎么打它 哦 原来如此 这有一个机关 游戏做的很不错 我们可以把这个僵尸 引到这个机关上 啊 它来了 啊 好疼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来呀 亲爱的 呃 我怎么把它引到那个机关上呢 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这根本就不可能 这根本就不可能 我都不能跑步呀 啊 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 我都看不到自己 来吧 拼刀吧 You're dead 啊 这还是rogelike吗 我死了我就要重新再打一遍呢 刚才那个地方的正确文法 应该是让那个大个头去踩那个机关 然后趁着那个机会我就进了扇门 但是我好像做不到的样子 我们来打这边嘛 这边比较简单 这里只有一名僵尸而已 来吧 哇 又给了我一个achievement 嘿 嘿 三刀一个 死吧 我这个起地条是怎么回事呢 游戏也不能跑 啊 你们又来了一个 哇 这个雪花飞剑 死吧 败在我的刀下 死了 这边好像还有僵尸 两名僵尸 不在话下 这是回合制游戏吗 嘿 嘿 嘿 哦 我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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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给我死 死在这里 这样我都会赢 我不会输的 我是Himiko 为什么我连个手电筒都没有 身为一款恐怖游戏 我连个手电筒都没有 我身为恐怖游戏最基本的 装备都没有 这边好像还有一只 我已经打死了五只僵尸 而且你们可以仔细玩 大家会发现 我没打死一只僵尸 我都有一个成就 是的 每杀死一个都有一个成就 谁他妈成就 这边就到头了 地上有一封信吗 但是 捡不起来 为什么这款游戏有登陆智杖盒 游戏合集 我相信各位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了 是的 目前玩起来感觉这游戏非常的垃圾 我看看利用这个地形优势 可不可以打死了一个大块头 毕竟我们俩 插了一个图 好的 这个大块头要死了 他要被我卡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变成了一团红色的光芒 我好牛逼啊 我好牛逼啊 哇 我是不是已经通关了 哎 我咋死的 我咋死的 可以啊 垃圾游戏 来 你过来 你踩到这个上边 然后咱们俩来拼刀 来 我一刀 你一刀 我 我再来一刀 我再来一刀 你再来 我还是有血 看大家谁血多 我砍 我砍 赶紧死 好 我终于做到了 是的 这世界上没有能难得倒我的游戏 死吧 哦 貌似我终于可以过关了 貌似打开了什么 打不开的门 不过这游戏也太使了吧 他说这款游戏很简单的 你简单个蛋啊 天哪 你只有这样 把他打死到这个地方 你才能打开那个 那个机关 可是这个太他妈难打了 这是回合制游戏 你肯定会掉鞋的 也不给我补一点鞋 垃圾游戏 那么刚才的机关 我打开的是哪扇门呢 貌似这个地方 我就要归西了 是的 有一只僵尸 这里死了 我就删游戏 我绝对不会犹豫 好的 僵尸死了 看来我只要走这扇门 就可以 这 赶快 人家有怪 啊 我就不能走得快一点吗 天哪 好的 这个怪也死了 这游戏我居然能玩得这么厉害 我简直佩服自己好吧 我简直牛逼得不得了 吃我一刀 吃老娘两刀 吃老娘三刀 好的 他死了 天哪 又有一只怪 我们在明亮的地方来打 来 吃老娘一刀 两刀 三刀 死吧 好的 虽然这款游戏非常的垃圾 垃圾到我说不定等一下就不能 就不能动了 游戏说不定会死机 但是即使如此 我们也满怀着希望 对这个世界 前方仅存的阴线光明 我们存着 尚存希望 来吧 吃老娘一刀 两刀 三刀 这游戏非常的有节奏感 只要你砍得有节奏感 就可以无伤过关 前面猫子还有一只 来呀 来呀 吃老娘一刀 两刀 三刀 好的这个也死了 它虽然很黑 打开了 哎呦怪 怪来了 来吧 老娘 看死你 看没看见 我估计没有玩家 可以玩到这一个点的 这个怪呢 他死了以后 他把这个路给我挡住了 这就非常的尴尬了 我 我过不去了 我靠 啊 你说这个游戏 他拿不拿机 你说他拿不拿机 Fuck Fuck The next day 差点要把我气死 我们只要相信 前方尚存希望 居然有一把钥匙 看来我们一通关 已经不远了 这是一把银色 啊 这是一把银色的钥匙 是不是好久没有更新 恐怖游戏合集了 大家会有一点 有一点想呢 你的潜意识 比你的主意识 三千倍强 看起来很牛逼啊 I got a silver key 拿到一个银色的钥匙 只要上去就可以了 啊 What the fuck 刚才那是我的潜意识吗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一款 智障游戏 还是恐怖游戏 我已经说不好了 这个游戏虽然做得很垃圾 但是画面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刚才 刚刚研究明白 是鼠标右键来捡东西 然后之前有两封信 都没有捡 我们现在可以捡起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张纸条 写的是什么 It's a question mark 一个问号 When you sleep your subconscious mind graduates takes over your conscious mind 当你睡眠的时候 你的潜意识 就慢慢地占领了 你的主意识 然后你的潜意识 比你的主意识强三千倍 哇 这个游戏的剧情好牛逼啊 我们需要一点掌声 那么这扇门 应该就是银色钥匙的门了 Open 打开吧 这到底有多少只怪在等着我 Key User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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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啊 重头再来 老娘不玩了 你自己去玩吧 垃圾游戏 算了 我还是有欺而不舍的精神的 是的 我又重新打到这里了 哈哈 我很厉害嘛 这边有一个怪 这边有一个怪 它要过来阴你 我先提前准备好 它就在这个地方 这黑了巴基的 你能看见怪吗 我都看不见好吧 好 好 它死了 这游戏简直就在坑你好吗 它就是在坑你的 根本没法洗 你打到了这个金色的钥匙了 这样就可以了 是的 金色钥匙可以开对面的门 这游戏估计就可以通关了 哇 以下呢拿了好多好多的成就啊 这个游戏如果你需要这个Steam上的成就的话 一定要玩这款游戏 你做任何动作都有成就 对吧 剪刀金钥匙也有成就 那么这一把呢 我没有打红色筒囊里面所有的怪物 我直接奔着这个金色的大门而去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游戏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 我现在非常的遗憾 我就怕等一下 等待我的是一坨屎 那我的付出就没有 没有任何的收获了 对不对 但是做完一名玩家 我还是要弃而不舍 有始有终 打开了 诶 有鬼吗 那边有个人坐在地上了 你所见的并非是真实 这边有一个人躺在墙上 好像有空气墙在挡着我 我就过不去 这就非常的糟糕了 这貌似是有一扇空气墙 那这个就非常的 就非常的不好的 天呐 诶 这地方貌似是有一个 有一个空气墙阻挡我的去路 我们只要避开空气墙就可以了 人们睡觉的时候可能 对这个 人们睡觉的时候会更容易的 人在睡眠之中会更容易被 恶魔所附身 哦 这个白发的女人 她站起来了 Himiko is trying to wake up from this nightmare but she can't because she still doesn't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she's not even sure whether it's the dream or reality help her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by answering her questions who was the woman with white hair 就是说Himiko 就是尝试从恶魔中想她 但是她做不到 因为她不明白 她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么眼前这个白发的女人是谁 她是Himiko的潜意识 或者是一个恶魔 或者是其他的 我们来选择一个 what uh other is Himiko really sleeping 她在睡觉吗 no Himiko is awake yes Himiko is sleeping 她在睡觉 why is the woman with the white hair so strong 为什么这个白发女人这么强大呢 because she is Himiko's subconscious mind 因为她是Himiko的潜意识 所以她三天被强 她应该是 subconscious mind what 看来一个都不能选错呀 all of the above not of the above 看来她又是恶魔又是你的潜意识 end of faith won 看来我们第一张打完了 to be continued to be continued to be continued are you afraid of 这个成就简直是不要钱 me 你害怕我吗 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这东西没了 我跟你们讲 有的时候 你有一份 弃而不舍的精神 是值得赞扬的 不到最后 绝不放弃 但是正如今天 我们刚开始 讲的一句话 讲的一样 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后天 就是这样一拖屎 那么今天 我们的时间 就浪费在这里了 这个游戏的确是引用了一些 弗洛伊德的 这个关于睡眠的潜意识 主义识的理论 但是这个游戏的系统 写的实在是太垃圾了 玩的实在是非常的痛苦 中间 中间还有什么跳错的现象 我就不在这里提了 游戏有bug 不说还有各种跳错的现象 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 玩的这么半天 还没有出完 但是 这个游戏的售价 只有一美元 一美元 你买不来吃亏 买不来上当 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期待后续的发展了 那么今天 谢谢大家过来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投一道 点个收藏 点个赞 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周逃生2再见咯 Prepare to die I'll see you when I see you Bye bye I'll see you when I see you I'll see you when I see you when I see you